9月9日下午张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 根据公告公司应受海洋牧场下一倍灾害影响等营运负荷较重 深交所要求公司补充说明为应对下一倍灾害所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 并详细论下一倍灾害对张子岛集团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付2359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则为付3337万元